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這次三週年大改版的更新內容比較多 如果說一部影片把全部的資訊都分享進來的話 那麼以後不好做關鍵字的解鎖 我想說一部影片的話就拍一個重點就好了 那這部影片的重點呢,主要是在講這個 切換職業的部分 這邊的話有寫切換職業,稱就罷頁 這個我不是很確定的 反正這是一個slogan而已 好了,那怎麼切換職業呢 我們點開我們角色資訊 這邊,左上角角色資訊 那在上面的話這邊有一個職業 目前的話我是元帥,點開它 那這邊的話呢,就可以切換職業了 那因為我是這個豪姐元帥嘛 所以我可以轉換成這個猛將的飛將 或者是軍師的嘟嘟 或者是這個方式的天師 那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就是卸除身上的裝備 卸除身上的士兵 還有費用3000金元寶 不過應該不用那麼多吧 因為我看了一下商城 商城的話這邊有在賣這個 扶印兌換證 這邊有寫 可以前往副本宮殿兌換這個切換職業 扶印 你看到300斤而已 所以應該只要300斤就可以換了吧 應該不用到3000斤了 這個應該是個比較好的方式 那副本宮殿的話怎麼走 來這邊 來到這個住地理六點這邊傳送 因為有些玩家是新的 所以還是一樣我們從基礎開始分享 來這邊之後呢 再點這個一般副本區 一般副本區下面這邊有一個這個雜貨兌換商 點開他 點開他的話呢 就可以換一些奇怪怪東西啊 那剛剛那個職業切換扶印的話 在下面 這個切換職業扶印 只需要一個 欸不對 等一下 他需要十個欸 他需要十張這個扶印兌換證 才可以換這個 切換職業扶印欸 所以說呢 他寫3000金元寶是對的 所以轉一次這個職業的話 真的需要那麼多錢 哇天啊好貴啊 需要3000金元寶欸 哇不便宜欸不便宜欸 所以各位朋友 這個真的是大課長在搞的 他們可能轉來轉去沒關係 但是對我們這種小客玩家的話可能 對啊我覺得轉一次職業 可能要猶豫很久欸 哇真的不便宜 好真的不便宜 OK那以上的話呢 就是這個切換職業的這個方式的齁 總而言之就是口袋要夠深 不然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職業玩到底啦 好就先這樣子 各位朋友 那我再繼續拍下一部影片啦 掰掰